郭靖雄今天出席 敖嘉年主持的直播音乐节目做嘉宾 看他演戏就看得多了 不说不知 原来他是歌唱比赛出身 不过当年晚人混习竞争相当激烈 很多人唱得很好的 冠军是杜德卫 还有苏永康 林楚琦第三名 很厉害 还有李克勤 是的 李克勤 曹猛 周慧敏 很多人在我们阶段都演艺人 哇 他们红极一时 哇 全部都独当一面 当时我入了三十名 不打不撞入了 即是要准决唱 是的 在李舞台 那时我还记得 出镜要唱 始终真的说真的 不是唱嘉班就不是唱嘉班 可能是经验呢 经验和那时候是不懂唱的 我记得我学了两堂 是 但也不是练这首歌 下日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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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学唱歌 是唱比赛完之后 我会学过一下 是 接着就没有了 被问到未来有什么计划 两位都说会去内地拍摄 不过就似乎没想好 怎样应对隔离措施 我正在拍摄一个台词幕后 都是香港制作的电视剧 但是在内地拍摄的 在内地拍摄的室内 室内 但是故事就发生在香港 另外街道或者外景 外景就在香港拍摄 我现在正在拍摄 我自己剧本写了电影 4月要开了 4月要开 应该都要拍 差不多两个月 一个两个月左右 接着就电视剧 电视剧 要上去内地 19月左右 如果到时要隔离 好像有些新措施 大陆省过省都要隔离 其实会不会经过隔离时间很长 大家会怎样消磨时间呢 如果这样就真的是大件事 如果省过省都要隔离的话 就 不过我觉得这些事我们控制不了 是 我们只要适应 知心演员吴曼达日前离世 郭靖雄回想起 跟达哥合作的经历 对他的离世感到软息 我其实跟达哥真真正正合作 只合作过一次 而且是很多年前 他很好 很提携后辈 只是唯一那一次 在外面看到达哥 他也认得我 打个招呼 哎呀 怎么啦 红仔 就是这样 至于真正正正在外面 有没有合作就没有了 这次达哥 离开我们了 当然是很不开心 因为他实在是一个 很难行可贵的 一个演员和前辈 对 至于欧嘉年就说 自己没有完跟达哥合作 只是在聚会上见过面 都觉得对方是一位 很友善的前辈 同时 随 and 随 and 随 and